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老师 小唐 还是大人物的待遇 麻烦你了 徐老师 客气什么呀 走走 上车上车 来来 上车 谢谢徐老师 好 系好安全带啊 留给你适应的时间不多了 马上就会有各种考核 怎么没看到小李姐啊 她不是随队吗 你多关心关心自己成绩 别想这人乱七八糟了 知道了 放心吧 还在吗 吃饭没有 队长 我先走了啊 在宿舍 想知道唐星今晚干什么去了吗 你说她人在哪儿 你说她人在哪儿 沈青云 沈青云 你醒了吗 我给你买了早饭 出门了吗 不对啊 平时这个时候都还在啊 别跟我 别跟我撒 嫂子 小姐姐 早 提醒你多少次了叫嫂子 嫂子 嫂子好 看到你们队长了没 队长还没回来啊 啊 我去队长什么时候把这群影 改成了跑圈圈子 她昨天大半夜初学 那么晚才回来 怎么还有信心改居民啊 你们觉不觉得 队长和小姐姐特别不对劲啊 以前都是小姐姐在队长的后面 今天是队长在小姐姐的后面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他们之间的气氛 不对劲 难道他俩冷战了 有可能 看见那俩废物没有 昨天我还专门去找人问了那个 不怎么爱说话那哥们叫什么名 结果 结果我到现在都没记住 你说这可能就是所谓的 零存在感吧 不过队长 你已经想好队策了 就是了队长 你要有什么办法抓紧使出来吧 你看 咱们教练到现在都被他们教练压一头 先到边看好戏吧你们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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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